夜深人静 一具男尸被卡在巨大的轮胎里 尸体没有穿衣服 额头上有一处伤口 脸上还擦了腮红和口红 这里是人妖的聚集地 变装者的天堂 男尸的这副装扮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他是一个变装者 或许他曾在这里与人亲热 一夜风流之后被人杀害 见证科聚开了轮胎 将男尸运走 大卫望着这具尸体 爱人神伤了起来 毕竟谁也不希望 自己死得这么不体面 小哥检测了 死者身上紧身的内裤 上面有男性的小蝌蚪 小哥说这并不稀奇 毕竟他有个朋友 能够一件内裤穿四天 讲真 这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啊 莎拉和C姐检查了尸体 死者的鼻腔有光色的布料纤维 眼磨下点状出血 由此推测 男人是被闷死的 或许他生前 正在与伴侣玩什么快乐游戏 此外 他的指甲里还有很多油彩 死者修过眉毛 一脸的人妖像 然而他体毛这么多 是没有资格当人妖的 于是他们关灯 扫描了死者脸上残余的化妆品 这妆容可不像是人妖 更像是个小丑 为了确认死者的身份 C姐和莎拉来到了小丑经纪公司 他们向经纪人展示了死者的照片 可经纪人却表示 这里的小丑每天都以农妆式人 卸了妆还真认不出谁是谁 不过他这里有一本员工手册 或许死者的身份就在这本手册上 C姐对照着手册 在死者脸上的印记上描绘油彩 成功复原了死者的妆容 原来他叫做嘟嘟 别名唐妮 经纪人吐槽嘟嘟嘟是个毫无心意的傻子 只会买个玩具 变个戏法 哄哄小孩子 因为业务能力不过关 所以嘟嘟已经很久没有订单了 听说嘟嘟被找到时 脸上花了油彩 经纪人大骂嘟嘟是杀翁碧池 居然敢瞒着他接丝火 C姐和莎拉来到了嘟嘟的住处 这货是真的很空虚 平时不是酗酒 就是看一些有颜色的杂志 根据嘟嘟的行车记录 他两天前才来到迈克夫妻家中 为他们的儿子庆祝生日 夫妻俩说这是他们家的传统 不管什么纪念日 都会邀请小丑来家中庆祝 只是嘟嘟真的很蠢 那天他正在为孩子们变戏法 不知从哪来了一位墨剧演员 孩子们以为这是安排好的表演 哪知道下一秒 嘟嘟对着墨剧演员就是一起做勾拳 随后便是完美的锁猴家爆摔 据说两个小丑打得特别厉害 夫妻俩花了很久才把他们俩分开 迈克先生说 这俩宠伙搞砸了聚会 不过善良的他并没有报警 闹剧结束之后 迈克先生带着孩子们出门玩耍 而嘟嘟则留下 和迈克太太一起清理现场 迈克太太说 由于嘟嘟表现得很好 他还亲自开车送嘟嘟回家 莎拉找到了与嘟嘟撕逼的墨剧演员 她的表演很奇葩 不是抱人家女孩 就是抢客人的包包 据说墨剧演员和小丑天生就是死敌 因为嘟嘟总是抢她的生意 所以两人的恩怨由来已久 那天和嘟嘟撕逼完之后 墨剧演员就离开了迈克夫妻的家 还去城市的另一边找了俩战监女 战监女们帮忙作证 案发时 墨剧演员确实和他们在一起 C姐和沙拉再次整理了时间线 迈克太太说两天前载着嘟嘟回家 艾琳说嘟嘟忙活了一天 回家时一定会换下表演时的戏服 可警方并没有在她的公寓找到戏服 要知道嘟嘟死的时候 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 那么她的戏服哪里去了 事件结果显示 有黄色纤维 内裤上除了有她的小蝌蚪 还有不知名女性的DNA 这代表嘟嘟深浅与女性接触过 而迈克太太是最后一个 见到嘟嘟活着的人 警方申请了搜查令 距离凶案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天 迈克夫妻更换了床单被套 没有留下一次痕迹 不过枕套上的黄色纤维 倒是与嘟嘟鼻腔里的纤维相似 并且枕套只剩下一个 C姐怀疑 闷死嘟嘟的就是迈克家的枕头 而失踪的那个枕套就是证据 枕头压在小丑的脸上 必定会蹭上油彩 寻着这条线索 莎拉在洗衣房里 找到了已经清洗过的枕套 在仪器的照射下 枕头上显现出了死者的脸 此外 C姐还在迈克太太的衣柜中 找到了嘟嘟身上的小丑衣服 那天演出结束后 迈克太太并没有送嘟嘟回家 而是将她带到了卧室 而嘟嘟内裤上的皮鞋经过比对 也正是来自于迈克太太 原来迈克太太有个奇怪的癖好 那就是喜欢小丑 那天迈克太太 趁着丈夫带孩子们出门玩耍 便带着嘟嘟来到卧室 可还未开始 就被折返回来的丈夫撞破 丈夫一气之下 操起枕头就闷死了嘟嘟 随后又将嘟嘟 抛射在了人妖出没的地方 想误导警方的视线 迈克太太清理了房子 清洗了枕套 可她实在太喜欢小丑了 以至于留下了嘟嘟的衣服 和杀死她的枕套 舍不得丢掉 更奇葩的是 丈夫还默认了妻子的行为 只听说过小丑恐惧震荡 还头一次听说有恋小丑屁的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城市的另一边 这里是黑帮 妻女 毒贩的聚集地 也是各种刑事案件的高发地 然而就是有这么一位不怕死的男子 他开车来到藏屋纳垢之地 大步流星 向着隧道伸出走去 几个小时之后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男子身中六道 钱包 手机 甚至连鞋子都被人扒得金光 刚才看他气势汹汹 还以为是奔着杀人去了 没有想到却是千里送人头 男子修过指甲 擦过香水 打扮得烤酒精致 案里说 他不该出现在这里 一旁围观的金尼说 这里没人见过死者 男子是开车来的 可就在他死后 连车也被人偷了 老法医为他做了尸检 男子叫做艾伦 有过藏肚前科 还曾因为吸毒酗酒 得了很严重的肝硬化 幸运的是 他做过肝移植手术 看来这块肝并没有保住他的命 老法医说 一日吸毒 终身毒虫 像他打扮这么考究的人 去那种地方 多半是为了买毒品 与此同时 案发现场的不远处 发生了车祸 司机胡言乱语 一会说脸上有蜘蛛 一会说头顶有小人 还一直肚着人傻笑 看着模样 起码吃了一锅剑手情 他的车是死者的 脚上的鞋子也是死者的 司机被送到了医院 这过磕了很多迷幻药 要笑过了 就大喊着 这里痛那里痛 趁着他神志清醒 大黑向他说明了厉害关系 他开的车是死者的 这表明 他可能是杀死艾伦的遗凶 然而这会因为磕了太多药 什么都记不清了 老鸡问了半天 都是一无所获 死者驾驶的饱满 已经被那伙撞得面目全非 大黑在车里找到了一小包粉末 像是毒品的样子 然而粉末的检测结果 却是成因性 这不是毒品 而是连资料库都搜不到的银朵剪 捕书带来消息 学验检测结果显示 死者艾伦没有吸毒 不止如此 死者还在戒毒中心工作 老鸡查找了资料 原来死者车里的那包东西 是一波盖音 这是一种在非洲土著中 流传的迷幻剂 这种物质能够治好毒瘾 但同时也可能让服用者对它上瘾 简单来说 毒瘾不是被治好了 而是被另一种药物替代了 不管如何 只要是迷幻剂 那都是毒品 看来死者这是坚守自盗 居然在戒毒中心贩毒 戒毒所的工作人员说 死者提供的一波盖音 确实能够戒毒 但是想要完全脱离毒品 还需要靠自身的意志 否则就算是戒掉了毒品 依然会对一波盖音上瘾 这里很多人都得到了死者的帮助 这个女人叫做阿敏 据说她就是在死者的帮助下 戒掉了毒瘾 两个月前的阿敏一脸沧桑 是死者收留了她 不遗余力地帮助她 阿敏对死者充满感激 只是不知道她能够坚持多久 警方在死者的车里 找到了三组不同的指纹 分别属于死者 那位磕了药的司机 以及戒毒所的阿敏 由于阿敏已经离开了戒毒所 他们只能循着资料上的地址 敲开了一户家门 开门的是房东老白 他的组客都是一些隐居死 老白面色阴冷 似笑非笑 昏暗的屋子里 只见前几天 还信誓单单说自己戒毒的阿敏 一脸都颓废 艾伦曾不遗余力帮助她戒毒 可现在她死了 阿敏失去了戒毒的动力 老季注意到 阿敏的身边还有一把沾着血迹的刀子 案发当晚 阿敏没有回住所 而她身边的那把刀子上 也都是死者的血迹 警方怀疑 艾伦知道阿敏重新吸毒之后 非常的失望 于是才会去案发现场找阿敏对质 没有想到阿敏吸毒后 产生了幻觉 拿刀捅死了艾伦 毒品已经损伤了阿敏的神志 眼前的阿敏达非所闻 现问不出什么 老季只能请求沙拉为阿敏咽个声 看看能不能从她的身上找到证据 脱光衣服的阿敏瘦成了皮包骨 虚弱不堪 毒品让她失去了健康 甚至丧失了人格尊严 她就这样呆呆地站在原地 任由沙拉在她的身上取证 由于已经很久没有洗澡 阿敏的头发里全伤脏的污垢 沙拉在掉落的污垢中 找到了一小块皮屑 小哥化验了皮屑 这些皮屑上面有死者的血迹 却不属于阿敏 而是来自于阿敏的房东老白 老白前客累累 曾因为贩毒被警方多次处理过 大黑经验丰富 她说在尹君子的圈子里 女人会用身体向毒贩换取毒品 是老白杀了艾伦 她没有洗手 就极不可能回去与阿敏发生关系 以至于在艾伦的头发里 留下沾着死者血迹的皮鞋 此时此刻 老白正急着与另一位吸毒女发生关系 女人扶着墙角 还在请求老白能够给自己吸两口 原来死者艾伦一直不遗余力 帮助艾伦和其他女人戒毒 而她的药物一波盖因 对治疗毒瘾有很好的效果 艾伦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老白的生意 那天晚上 艾伦气势汹汹地找老白谈判 希望他不要再对阿敏纠缠不休 没想到却被卑劣的老白连筒六刀致死 老白被抓走 望着他身后毒瘾发作的女人 老吉露出了鄙夷的眼神 艾伦曾试图拯救他们 可他们不愿去戒毒中心 反而与老白撕棍在一起 他们害死了艾伦 同时也害死了自己 从沾上毒品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讽刺的是 大黑的扮演者加里杜尔丹 一边在戏里扮演着执法者的角色 劝诫大家不要赌博 不要吸毒 一边却在现实里 因为毒品犯罪数字被捕 最终因为吸毒丑闻 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事业 让隐民们唏嘘不已 这集故事没有什么 让人耳熟能详的科川演员 唯一有些名气的 就是第二个故事中被杀死的艾伦 艾伦的扮演者 是1968年出生的罗斯帕特里奇 他是《怪奇物语》第一季中 失踪小孩威尔的父亲朗尼 2015年 罗斯自编自导 自演了电影《拉姆》 并在故事中担任男主大卫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